师父 师父 法官的一句话这么重要啊 老学去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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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道 一句话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句话就能毁了别人一辈子 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 每年生日比延续得远 能有几个可以灵灵 人总会变 如不符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宋达之日 请十五日之内 读书生命可以不负贵贱 可以有人上来就被叫做少爷 有人只能看着地面 戴头懂事些昂残的推演 你只能做社会的牵连 可总失败才是你的面前 从此之年 你才坚持一天 抱歉 哪怕一天 你的心里一定会实现 我从前的一切 做一个凡事不安的俗人 从你眼睛远离人群 做一只狡猾的狐狸 那天无声是何时 看着镜子一浪狼狽的自己 我用了一半的青春 来思考做人的道理 对不起 年少的自己 心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 我用了一半的青春 请不吝点赞